中國是否會取消計畫生育政策 最近在中國廣受討論 中共官方日前也做出了回應 表示必須堅持計畫生育 把穩定低生育作為首要任務 那麼這個態度再次受到各界輿論譴責 數萬名網友在各大微博論壇 對中共的堅持計畫生育論進行了駁斥 面對民間要求取消計畫生育政策日益高漲的附生 1月14號 中國國家人口寄生委員會對外發布 必須長期堅持計畫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 把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工作的首要任務 上述觀點遭到大量網友駁斥和質問 在反對計畫生育的聲音中 有一部分是深受其害的民眾 計畫生育中所採用的強行墮胎 高額罰款等手段給婦女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目前 生育率在中國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 也就是說已經進入負增長 13億人口 老人佔了很大比例 一旦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陸續去世 中國人口將可能難逃雪崩結局 新唐人記者徐峰、蘭竹採訪報導